广州也在搞统租房 当所有人都以为深圳在搞试点 其实其他地方都在执行 都在搞统租房 统租房小老板想干 其实政府也想干 如果全部执行 到时候普通人真的再回去租的话 就是翻倍了 昨天刚刷到一个大园村 看到广州大园村牵扯了统租房的这些 合同 你看一下 这个大园村是搞淘宝店乡的 到时候得多少人搬走 但是当你再搬回来的时候 那价格肯定要贵很多的了 统租这个事 应该不只是事件事件 应该是必须要搞的这种事了 所以说以后 底层人没想住一个便宜的房子 估计很难很难了 大城市建设好了 真的只需要年轻人了 弱一点了 年长一点了 真的不需要了 大家可以回农村了 好大家好 问一下大家 你们那租房子是有什么要求 我相信很多人是无论北上广深 所有的人租房 以前租房最多要求 就是无非是你有没有正经工作 或者说是你能 一个月能接受多少房租 以前我在北京反而是这样要求 如果说你想申请一些什么经济 连租房啥的 还得要求你名下有多少资产 如果你有收入太高的话 就是肯定不能申请到连租房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 有一天租房子竟然和年龄还得挂钩 前两天最近被深圳那边传得比较火 叫统租房嘛 它有一个硬性规矩有啥呢 你想申请这个统租房啊 只能是18到40岁 换句话说你超过40岁 对不起你没这资格申请统租房 很不幸的是 我就没这资格申请统租房 不过幸好还好 我是在北京不是在深圳啊 我也希望以后北京别千万弄这统租房 当然了 因为由于这件事曝光了 闹得比较沸沸扬啊 深圳的统租房现在也说被叫停了 然后深圳的统租房这项规定 也说被取消了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被叫停统租房的这个白亡村啊 现在改名叫白亡了 很多人都搬走了 继续在很多租客都被搬走了 然后也在网上就 爆出这两条纪录 就是啥 那个房东给他的聊天的纪录说啥呢 统租房明面上被叫停了 但是底下还得要清这些租客 意思是什么呢 明面 这是民营修占道暗度沉藏 统租房明面叫停 但底下还继续装修 还得清理这些租客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他这个被叫停的这个租赁合同的这些规定 是不是底下还是按照这个进行的 等到这个统租房都被装修好的时候 是不是他这个租赁合同上还会要求 上面不写说是18到40岁 但是只是你去申请的时候 你超过40岁申请不到呢 至少看到目前离开白盲村的一些打工人 现在他们是比较心酸的 这个东西换了谁都接不了啊 在那深圳辛辛苦苦工作那么多年 结果没想到最后老了 到了40岁还不到老的时候呢 40岁之后就被连住房租房的资格都没有 也希望当地的一些管统租房的人 真的能设人处地的为那些漂泊的人来考虑一下 也希望北京千万别弄这些同租房吧 不然的话我相信会有一大波像我一样 80后的人真的就没有资格申请这些同租房 本身呢这个大家挣的都很少 然后结果租房 无奈之下 人家弄同租房统一租赁这房屋 你这个只能被人家卡着脖子削一刀 结果没想到你想要让人家削一刀 砍你一刀的时候 你连砍一刀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令人很悲哀的一件事 你想啊招聘的时候 现在都已经说了35岁不招你 这已经是很让人恼火了 至少说我还能有钱 还能继续租房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你连租房资格都没有了 这你要说不是清理外地人 或者清理地段人的话 这话谁信呢对不对 就问大家 大家你觉得这个 要求按年龄来租房这事靠不住吗 我好像又懂了一点 昨天不是发了一个深圳统租在继续的视频吗 有个网友的评论点醒了我 统租是阻挡不了了 如果仅仅以为只有统租后涨房租这把镰刀 那我们可能还是浅了 后面还有一把隐形的镰刀 就是40岁之后不能租房 大家想一下 我们毕业来到深圳工作到40岁 刚好社保够交15年 这是不断交一直有工作且顺利的情况下 交到40岁有15年社保 可以在深圳办理退休 但是绝大多数人在40岁是不会退休的 但是在深圳又租不了房 然后就不得不回去 或去到其他城市谋生 前面交了这么多年的社保肯定也舍不得放弃 就会把社保转出 社保转出也只能转出个人的部分 统筹了就转不出去 那统筹的部分就必然留在深圳 成了深圳的财政 那么留下的社保统筹部分 那可是数万亿的财政 虽然说深圳统租是为了建人才保障房 但是也就十几年 这十几年如果买不了房 就自行离开 换下一拨人过来 并且交着社保统筹部分还不带走 这就是逼着别人离开 还顺带把骨头敲碎 把骨髓留在深圳的节奏 很多人到了40岁 肯定有小孩了 小孩随家长离开 施放学位压力 然后迎接下一拨年轻人 如此循环 今天刚想到社保这一层 真的是细思极空 读了这么多年书 最后的结果就是 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 想想凭还有某些傻逼专家过来指责 这么一想 人间真的是太苦了 下辈子就不来了吧